做个凶二面滑烫又躲难 大家都知道 我为了杜绝王好奇吃路边摊 隐身了很多百摊新技能 所以他说过几天学校秋游 要吃公园里的棉花糖 让我有本事 棉花糖鸡 买了 我适与他的路边摊磕到底 这玩意不就是卷吗 出四了出四了 第一次咱们有点熟悉 怎么网我也飘啊这 一点都不听话 第一次 就转成一个正的个性 但吃还是可以的 为了防止乱飞得武装一下 这次我要认真了啊 结果 不过手能生巧 已经能卷起来了不是 还愈觉愈大了呢 看现在已经能卷紧了 现在我已经掌握技巧了 每次少加点糖 出四要不停地转 如果不做造型 这摆摊应该是够用了 换个衣服 换个不粘毛的 最近熊二这么火 我就试试用棉花糖做它 底色是粽黄色 但这黄色出来撕就浅了很多 最开始的底妆要打实 不然后面就卷不动了 哇 为什么每次一刀杆都弄不下去了 只有底妆打实了 才能卷出熊二的大脸盆子 对于新手来说把它卷圆都太难了 更何况卷个冬瓜型 最速不够手空凑吧 粽色糖出来也变成了浅涂 鸭扁剪个嘴巴形而贴上 就整个是一浅色系了 所有颜色都出不来生色 我也没有眼珠子贴纸 全部用棉花糖来贴 哎呀 这是熊二满月的时候 不过我真的 已经尽力了 我都快成熊二了 太难了 太难了 你觉得像谁 四伯香 但丝毫不影响它的胃口 别说拿着棉花糖去秋游 还真挺应景的 下次给我做个可爱的猪猪啊 呃 要不你还是换一个吧